我們知道寵月業績 是不斷在創高 但其實並不是一帆風順 從1990年創立到現在 其實也經過兩次 相當巨大的一個轉折 而且郭董還從中 領悟了一套奶媽哲學 究竟什麼是奶媽哲學 所謂奶媽哲學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觀察 就是奶媽照顧小朋友 其實小朋友 每一個小朋友其實都不太一樣 但是奶媽人家認為 他是非常稱職的奶媽 或者是一個不稱職的奶媽 就是都是從他的觀察 那你如果把小孩子帶得很好 把這個產品賣得很好 人家想說是產品好 不是你會賣 就是小朋友很乖 就是他本質太好了 不是你奶媽會教 這個他會這樣認為 父母會這樣認為 但是你如果把這個小孩子 帶得不好 你根本就是不會帶 你就把你代理換掉 所以有功勞 這小孩不錯 結果都是你家事好 爸爸媽媽的基因好 基因好 不是你奶媽會 但是如果一有什麼問題 你這奶媽帶得不好 這個就是奶媽哲學 所以代理商有很多的不歸路 就是說你賣得好 他說回去自己做 你賣不好 他馬上把你換掉 你賣得好人家說 你家原產品本來就已經很好 但如果你賣不好 人家說你不會賣 你的產品好 所以你才賣得好 是 這個大概就是 這個當然沒有錯 就是製造商品的人 都會有這樣 再來第二個 現在大家去中心化 就是說我現在不需要奶媽 我自己照顧 我自己來照顧小孩 所以你如果只扮演奶媽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過去因為都是做代理商 我後來我就想 我如果破解這一個 我就跟他手前手 我就跟他join adventure 在這邊knock down 一方面快速服務我的客人 一方面跟他 從這個代理的關係 變成夥伴關係 變成夥伴關係 你剛剛也有提到 你們的業務都會跟他們一起 就是去研發產品 對 所以因為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不是一般的奶媽關係 跟你是夥伴關係 對 就是變成夥伴 所以夥伴 夥伴其實還會碰到問題 就是說跟你做夥伴的人 他可能就是年紀大了 然後他換了新的人來 他不了解過去創業的痛苦 他又修理你了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在企業的競爭過程裡面 隨時都有這些 動態的變異 所以其實我在講說 每一個企業經營者 他一定要風險管理的概念 然後要風險控制 把這些幾個變異點的 你要抓住 實時觀察 所以奶媽哲學只是這樣講 但是坦白講 你這個小孩子養大 人家還是帶走 不會留在你家 小孩子長大會留在你家 要麼就是你的 你的女兒嫁給他 或者是你的兒子娶他 不過我們說到ESGL 特別還有看到 像是水資源的處理跟災生 空調機電工程 廢棄物的清運 公共工程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非常的多 就是衍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過去從半導體 後來衍生 廢棄物的清運那個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幫台積電 它那個廢水 然後就經過處理 又有一些污泥 那這些污泥你要處理 所以我們後來又把這些污泥 運到高雄我的一個工廠 然後把這個污泥 轉換成銀石 銀石是什麼東西 銀石就是一種助燃器 也就是說煉鋼 煉鋁 所以它就可以再利用 對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circle 這個沼氣回收系統 沼氣回收系統 不是我們自己研發 這是工業院 對 所以在這個水處理的設備 跟化學品的這個銷售這個部分 像是設備單元水處理的好材 這些